嗨,大家好,我是党兮妈妈 今天推荐的这款花样是一个网友要的 这款花样呢,实际上是在烟花柱的基础上进行改版的 它是把这个烟花柱的这个花样加上了一个上针行来进行交错编织的 这个花样,14针16行是一组完整的花形 这个花样在编织的时候,如果片织呢,需要起针起14的倍数,加一针 我又加了两个编针,我一共起两组花 现在开始织第一行正面行,编针,三上 右上三并一 先把这三针以下针的形式这样挑下来,变换针目的方向 把左磅针插入这三针上,一起织一个三并一 好,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做上三并一 然后再织两上 这就是这个花样需要重复织的这14针 如果连起来呢,中间就是五个上针 再织第二个花也是三个上针 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半个花 看到吗?它是半个花 也就是这一半和这一半是中间这五针 为了让两边对称呢,它又多加了一针就在这儿 这样呢,这两个花对起来倒数一缝合呢,就成了这个地方了 好 五个上针以后 再进行 然后再进行右上三并一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共空加了四针 刚开始直的时候不熟练就数一下 一二三四 空加了四针 好,再进行左上三并一 左上三并一直接这样并就可以了 好,然后再直三上 就一直这样往下循环就可以了 最后一针是边针 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全都是根支 是什么针就支什么针 这个地方呢,空加的针呢,都是支下针 反面行也是 空加针的地方,支上针 然后这五针呢,再反面是支下针 这是这个花样的图解,你可以截屏 这是一个右上三并一 左上三并一 空加一针 这一行是上针 空白的呢,都是支下针 这个图解是一个圈支的图解 二三四行,全都是根支 第五行呢,和第一行是一样的支法 这个地方呢,我都不再重复演示了 后面呢,六七八 这三行呢,也都是根支 然后到第九行的时候 我再说一下排花就可以了 二三四行支完了以后呢 再支第五行的时候 和第一行的支法是一样的 那我再演示一下吧 边针 三上 右上三并一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共是空加了四针 左上三并一 好,然后再支 两上 就这样继续往下循环就行了 支完第五行以后 六七八 这三行也是根支 是什么针 就支什么针就可以了 第八行支完以后 这个花形就要错开了 在原先支这个镂空花的地方呢 要支这个上针 也就是这一块 然后支这个上针行的地方呢 就支镂空花 支法呢 跟第一行 就是跟这个花形是一样的 你只是看清楚这个排花 边针 这三针的排花的支法是 先支一个下针 然后空加一针 一下 再空加一针 这个地方呢 要支左上三并一 现在是支的半个花 这半个花呢 我们是先支这一边 这一边呢 是在最后支 就是说 第一个花呢 实际上是支了半个 和后边是形成一个花 好 然后进行做上三并一 好 这个地方一共是五针 然后呢 再支五上 好 继续往下支呢 就是右上三并一 一 二 三 右上三并一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按说呢 这样呢 才是一个完整的花 继续往下循环 那连起来支呢 你这个地方呢 就正常的支 这个就行了 先支一个右上三并一 四个空加针 再支 左上三并一 空加针的中间都是下针 右上三并一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再空加一针 一下 再空加一针 再进行 左上三并一 为什么这个一开始 是左上三并一 这边这个是右上三并一呢 因为这一个花形 就楼空花的后半部分 前半部分是在末尾 就这样来支就可以了 后面呢 都和下面这个第一行 是一样的支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再支 五上 再循环 往下支 这个楼空花 这九针 支到最后呢 这个地方 就直接支 右上三并一 空加一针 一下 空加一针 一下 最后一针 是边针 这个花形呢 就是这样拍的 这个图解呢 也非常的清晰 你只要看懂了这个符号 你就照着图解支 就可以了 记住空白的地方 是支下针 好 这个花形呢 后面呢 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和前半部分 都是一样的 照着支就可以了 这个花形 支毛衣 支围巾 都可以 反面也很平整 是这样的 好 今天的花形 就讲到这儿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 我看你 我说 我说 你怎么做的